我们非常荣幸再次邀请到了石老师 关于做一个巴以冲突的分享 这个巴以冲突呢 最近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那我也不多说了 接下来时间就交给石老师 各位好 很高兴又能有机会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前些日子实际上刚跟Raymond在美国西部和加拿大的 龙哥华做了一场寻讲 也见到了很多老的朋友 希望有机会呢 在此后更多的跟大家在现场现场的交流 那么今天这个所谓的讲座 我起了个题目叫人间修罗场 反思所谓的巴以争端 但是应该说今天这个讲座是临时插进来的 此前没有计划 这个事情也发生的比较突然 10月7号 就是巴勒斯坦的激进的 这个 算是一个 有人说世界公认叫做恐怖主义 对吧 但是我们好像目前从中国的角度 还没有给他定性为恐怖主义 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是对得上这个名号 那么哈马斯在10月7号对以色列展开了全方位立体的进攻 而这一次导致有人说叫第六次中东战争 我觉得可能不够 因为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而是以色列面对恐怖主义者分子之间的这样的一场轻咬身的战争 如果有其他国家下场 那有可能会成为第六次中东战争的一个导火索 那么我在讲这个人间修罗场 反思这个巴以争端的时候呢 我觉得首先我需要跟大家在名词上 要稍微先做一个梳理 因为很多人在看这个问题 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他没有搞清楚说以色列到底是什么 犹太是什么 巴勒斯坦是什么 阿拉伯是什么 伊斯兰是什么 穆斯林是什么 这些概念如果你弄不清楚的话 它会出现很大的这种思维的误区 所以我先说什么叫以色列 以色列呢实际上这个词啊 它本身在古希伯来语的这个意思里面 它表明的意思叫做与神角力者 与神角力者 它传说就是犹太人的一个祖先 就是以萨的儿子 曾经跟天使摔跤 所以表现其英勇嘛 所以以色列就被认为是与神角力者的这样一个意思 知道今天这个国家的名字还叫做以色列 那犹太呢 那犹太呢是他们的民族 其实犹太跟以色列是曾经的两个王国 就是最早的这个犹太国的犹太人的这个这个国家分成十二个部落嘛 雅各的十二个子孙分成十二个部落 那么在这个索罗门王死了以后 实际上他变成了北方的十个部落叫做以色列王国 而南方的两个部落组成了就叫犹太国 所以后来呢 因为以色列国更早的被灭掉 犹太国维持的时间长一点 所以这个人也叫犹太人 那么这个国家实际上 我们都学习历史都知道 实际上他呢 曾经是在这个 就是今天这个巴勒斯坦地区 或者叫做耶路撒冷周边的这个地区 曾经是这儿的原住民 当然也不是最早的 也是抢别人的 我看到一种说法 我觉得挺无语的 那说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 说拿着一本2000年前的古书上的神话传说 那意思叫圣经啊 圣经不是说这个迦南之地是所谓的上帝 许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吗 说这就作为什么法理依据 来占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去侵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这个本身说法我觉得挺无语 为什么呢 就从学历史的角度来讲 如果用这种角度去解读的话 那没有历史是可信的了 那你看看中国历史 那凭什么黄河长江是中华民族的土地 那凭什么这个中原王朝向外扩张的 到后来这么一个大帝国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所有传说就可以作为神圣的这种不可侵犯的存在呢 那你记什么皇帝啊 炎帝啊 这些人在历史上难道不是传说时代的事情吗 夏朝以前的历史我们确认过了吗 在世界上被公认了吗 就这些东西如果把传说完全跟历史分割开来 也是不对的 我觉得我是历史专业的人 我不是研究历史的 我是教历史的 那我想跟各位讲的就是 我希望各位能够一个基本上理性的态度去看待 也就是说所有世界上各民族的上古的先民 都是靠传说活着的 很少有人能够拿出百分之百确凿的证据来证明 不用太久 说3000年5000年以前 说我们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能够完整的去确认的 极少 中华民族的文明是我们常说是5000年文明 实际上你在世界上被公认的大概是3500年左右 就是商代中叶以后 我们有了完整的这种加古文的这个记载体系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各个古民族都会遇到的问题 那么从今天我们看到的有文字记载的 能够自圆其说的这个历史传说上来看 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对现在的这块地方的 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区的这个上古的所有权 是不容争议 但是犹太民族或者说以色列这个民族 确实也是多灾多难 他曾经在这块地方在历史上被多个国家攻占 以色列族多次被遣散 最后的结果是2000年无祖国 曾经在巴勒斯坦地区占据这个地方的 咱们不说小的啦 比较大的像古埃及 像巴比伦 像波斯 像马其顿 包括后边的 罗马 罗马共和国帝国 对吧 再往后比如说像阿拉伯帝国 东罗马帝国 阿拉伯帝国 包括后面的这个狮子军 狮子军不是有耶路撒冷王国吗 那也是在这个地方 对吧 到最后 应该是比较近的 让我们能够直接跟今天联系起来的 一个是奥斯曼土耳其 另外一个是英国 所以你要捣这个根 你要能捣到 比如说三千四千年以前 这个地方是曾经属于以色列人的 这个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东西 那么你要往近了捣 比如说我们捣到他最后一个 非以色列也非巴勒斯坦的这个统治者 真正的世界级统治者 就是英国 大英帝国在一战的过程当中 跟奥斯曼土耳其打仗 在这他也是付出了血的代价 最后把这个地方给攻占了 那么一战以后 奥斯曼土耳其崩溃 这个地方就被国际联盟 委托给英国来做为人统治 这是一战以后的一个常态 很多地方都被所谓的大国为人统治 实际上也是一种殖民扩张的 一种一种延续 在这呢我必须要稍微说一下 国际上 就是从人类历史上来讲 国与国之间 或者说这种殖民扩张 与反殖民侵略之间的一个 基本的伦理或者方式 在一战以前就一个字打 谁搁不出谁有理 你不服者抡之 如果我把你打败了 那块地就是我的 弱肉强食是一战以前的国际法则 所以一战也被称之为说叫帝国主义 瓜分世界的一个分赃不均的战争 对吧 一战之后的这个所谓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尤其是凡尔赛体系 那巴黎和会 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 对德国也好 对这个 就是原来的奥兄弟也好 他们曾经拥有的殖民地 进行重新瓜分 所以实际上也被称之为叫分赃会议 那么我们清楚的看到 一战这种规模的大战 并没有完全的阻止人们 对于战争的依赖 但是它确实给欧洲国家 尤其是英法这样的国家 带来强大的心理震撼 让他们再也不想打了 这是一战以后的所有的这种 我们叫它绥靖主义的一个根源 就是这些人真的打怕了 但是你怕不等于他不来 所以最终还有二战 二战打完了之后 人类是真正的清醒 说我们再也不能打世界大战 因为不但人类在20世纪的前50年里边 其实前45年里边 你要从1914年算的话 实际上是在前半夜的30年里 打了两次世界大战 这两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 灭了多少国 导致了怎样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改变 我想你可以看点相关的资料去看一看 但是最终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个原则就是 再也不能打世界大战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在二战末期 以原子弹诞生 对吧 这个核武器诞生 而且不是美国一加油 二战以后不久 苏联也有了 英法也有了 包括中国后来都有 那么在核武器的这种拥有的 在拥有核武器的这个基础之上 你如果再打世界大战 真打到一个要灭国了这种状态下 真把这几个煤气块拿出来一扔 那就是整个地球毁灭 因为今天的这个世界上主要这些核大国的核武库 你要加在一起 可以把地球毁掉几十次 大家可能听说过 在后来这个美苏争霸的时期 美苏争霸又是一个核竞争 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 叫做相互确保摧毁 就是保证我能够在受到第一波核打击的时候 还能够反击 而且能够把你摧毁 但当然你也可以把我摧毁 所以这叫相互确保摧毁 在英语当中 这个词叫做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它的首字母说类的词是MAD 疯狂 所以人们在意识到我们在用科学技术来强化我们毁灭自身的这种能力的时候 人们开始反思战争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你用几个词来说比如唯一办法 或者第一选择或者最好选择 好像都不是 那么人们开始用谈的方式 用和平的谈判 用利益的交换来想办法避免战争 至少是降低战争的烈度 所以二战以后到今天 你看1945年到今天快80年了 对吧 这80年的时间里边 78年嘛 到现在为止 没有发生过新的世界大战 最危险的也就是 曾经在冷战当中爆发的几场热战 那也都是地区性的局部性的战争 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世界大战 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变化的话 我觉得我们需要知道二战以后 人类是真正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的 那么就是不打 或者不要紧强调打仗 矛盾和争端是总是有的 历史上有 现在有 将来还会有 那怎么去解决这些矛盾争端 如果我们不以战争为第一目标 战争为第一手段 或者为最佳手段的话 什么才是解决争端的根本方式 我们把目光放到巴以这来 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回来我们说说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这个词实际上 它是一个地名 就是这个地方叫巴勒斯坦 它不是一个民族的名字 所以巴勒斯坦人 我们就要文嚼字啊 巴勒斯坦人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人 那以色列是不是巴勒斯坦人 对吧 这个就我们需要去思考啊 巴勒斯坦人不是 仅限于我们理解的这个阿拉伯民族 那巴勒斯坦这个名字从哪儿来的呢 我查了词典 在这个 叫 Maren 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线上词典 在他的那里边有一个 就是大英百科全书的一个 一个搜索的搜索入口 我发现他说 说这个巴勒斯坦这个词是来自于叫做 叫菲利西亚 菲利西亚就P-H-I-L-I-S-T-I-A 菲利西亚 这个词是菲利士人 菲利士人的土地 就是巴勒斯坦那块地方 而菲利士人是什么人呢 是以色列在公元前12世纪的对手 就曾经菲利士人跟以色列人 是这个地方的两个部族 那双方发生过战争 大家熟知的 这个大魏 就是后来那个大魏王 当年他是一个年轻人 就是一小孩吧 一年轻人 大家知道米克朗基罗的那个大魏的雕像吧 那那个 你甭看他健美的身材 他那个眼神是看向远方的 看向谁的 看向菲利士人的勇士 格利亚 他肩上拿着 就是左手拿着这个肩膀上扛的那个东西 实际上是一个投石的这么一个 相当于弹弓啊 或者是那么一个东西 他最后就用这块石头 把格利亚打倒 并砍下了他的头 所以实际上 以色列人跟菲利亚人 曾经争夺过这个地方 最后把菲利亚人打败 就把这个地方都全部兼并了 那么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用这个这个 巴勒斯坦这个名字 来自于菲利亚 实际上来自菲利亚人的土地 这个名字具有一定的侮辱性 就是当后世的这些强权 把以色列人驱逐以后 把这个地方改成你们家原来的 敌人的这个土地的名字 但他没有一丝一毫的阿拉伯人的这种 含义在 所以巴勒斯坦这个名字 不要本能的就跟阿拉伯人联系在一起 巴勒斯坦是个地方 今天的巴勒斯坦 包括巴结组 巴勒斯坦解放组之间 他们是在巴勒斯坦上的阿拉伯人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也在这住了上千年了 应该是从七十级阿拉伯人 大规模的涌入这个地方 到现在应该超过了 今天二十一世纪嘛 对不对 因为一千五百年 一千四五百年的样子 所以也是在这作为主人是没有问题的 以色列人也一样 我们把这个名字弄清楚 有助于我们去思考后面的问题 那就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了 今天就正在发生的 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这场 你叫他争端冲突 或者甚至叫战争 叫战役都行 但是他是阿里冲突 还是巴以冲突 还是哈以冲突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是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 跟以色列振兴的一场冲突 正面的这样级别的 这就成了战争 就第六次中东战争就来了 对吧 如果说阿拉伯人 这些其他的国家不下场 让巴勒斯坦人全面的跟以色列对抗 这叫巴以冲突 但是我们也清楚的看到 巴勒斯坦的 现在的这个 就是巴结组织的主席 现在的主席 包括所谓的这个巴勒斯坦国的这个总统 现在这个国 1988年宣布建国 但是目前还没有得到世界的承认 就是阿巴斯嘛 阿巴斯声称说 哈马斯的行动政策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 巴结组织才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因为哈马斯是否认巴结组织 巴结组织这个派别叫法塔赫 法塔赫当年也曾经干过一些恐怖主义的事 但是毕竟后来他转过来了 对吧 那包括就是前任就是 阿巴斯前任不就是阿拉伯特吗 阿拉伯特已经开始转型 阿巴斯坦现在是一个 巴勒斯坦人民的一个普遍的领袖的身份来说话 我们中国也承认就是 巴结组织或者法塔赫才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个唯一的代表 而哈马斯是巴勒斯坦人里边的一个激进组织 那么这就说明这场正在发生的冲突也不是巴以冲突 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它是哈以冲突 这个哈马斯 如果以他的行径所作所为来看的话 毫无疑问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 他这一次之所以能够绕开以色列的所有的情报机构 所有的这种国防机构突袭成功 你也可以发现他好像鸟枪换炮 他能够在一夜之间打出去5000发火电弹 这在此前他的家底是没有这么厚的 以前打个几百发几十发几百发是有的 一次5000发从来没有过 你再加上你会发现他有无人机进攻 有这种边界的这种这种闯关 还有空中部队还有海上的部队 这是一个全方位海陆空一体化的立体作战 所以后来人们一发现说这样的几天过后 我们就已经能看出哈马斯背后是有高人的 他自己不是也说吗 我们得到了神秘国家的支持 这神秘国家到底是谁 大家的眼光一看 首先看伊朗 伊朗摇头不是我干的 我不知道 对吧 然后看俄罗斯 俄罗斯是希望能搅局的 那个大俄在乌克兰那有点混没下去了 对吧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 目前起码也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俄罗斯具有这样的这种战役级的指挥水平 因为他在乌克兰那打的也是够烂的 也是烂到世界级了 至于其他国家咱就更不能不能说了 有人还说以色列自导自演 准备把加沙地区给全部拿下 我觉得这些猜测 这些猜测应该说 暂时把它放在这儿是可以的 但进一步的证据出现之前 我们不宜做任何的定论 那哈马斯是素来以恐怖主义作为他的根本信条的 恐怖主义是手段 目标是杀光一切犹太人 他要把以色列这个国家灭掉 在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的共同的这个新生里面 他们是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的 这是以色列一直在跟他们进行战争也好 去和谈也好 用各种方法 他要的无非就是我在这儿有生存权 阿拉伯国家基本上不承认 当然陆续在近几十年里边 一些阿拉伯的大国开始慢慢的愿意去承认 比如埃及 埃及曾经是阿拉伯的老大嘛 已经承认了 沙特好像正在跟这个以色列进行密切的交往 双方已经要互派大使了 但是这次实情一出好像又中断了 所以我想就是这样的一个 如果我们说今天这个冲突 就是从10月7号到现在 大概一个多礼拜的 这十天的这时间里面这个冲突 如果我们把它清楚的知道 它是哈乙争章端 而不是巴乙或者阿乙 这就非常清楚 这个事情对于定性这个冲突本身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是阿乙的话 它就有可能是第六次中断章 所以我想把这个定性为一个反恐的行动 应该是更加合适的 我刚看到就是今天早上刚看到的一个消息 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全球大概有一千四百七十名阿乌 就是这个伊斯兰教的叫伊玛木 就是最高级别的这个宗教人士 就是相当于基督教的牧师啊 神父 这样的一个组织在伊拉克南部 它的这个基地在塞纳杰夫 那么他们有一个环球伊玛木的一个组织 叫GIC 那么他们最近发表了一个声明 严厉的指责哈马斯 认为哈马斯不能够代表穆斯林 他们要求所有的穆斯林 不要给哈马斯捐款 他们甚至严格的提出 说支持哈马斯的人不许进入清真寺 各位 你要知道 如果伊斯兰教内部提出如此明确的一个观点的话 我们在国内 如果您还是挺哈凡语的 我就不知道你的立场到底在哪 这个真的就不太好说了 所以我想告诉您这样的事实 阿拉伯国家 或者包括伊斯兰国家 包括伊朗 伊朗不是阿拉伯国家 但它是伊斯兰教国家 对吧 现在在撇清跟哈马斯的关系 巴勒斯坦人在撇清跟哈马斯的关系 而全球穆斯林联盟的 这个伊玛木的联盟 在跟哈马斯做切割 哈马斯自己呢 甚至也在做切割 哈马斯的高层在跟他的中下层的这些更激进的分子在做切割 他们甚至提出这是临时公案的 不是我们的最高指挥层来提出来的这个方案 你信吗 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呢 所以我想这次哈马斯恐怕是捅了嘛 蜂窝了 这个在世界上应该被公认 那么再说一点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犹太人跟阿拉伯人 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这是双方的民族史都承认的 犹太人可以捣到亚伯拉罕的这个二儿子 以撒 以撒的儿子叫雅各 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就是 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的十二只 那么亚伯拉罕的长子 也就是他们树处的那个孩子 实际上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这个祖先 也就是这个用中文翻译这名字不太一样 有人叫伊什玛丽 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这种名字的这种叫法 但是你可以清楚的发现 实际上犹太人跟阿拉伯人是旁兄弟 就血缘关系非常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看到 从血统上来讲 他们是同文同种同一民族 从宗教上来讲 伊斯兰教跟基督教跟犹太教之间的关系 也极为密切 你比如说我们把他们都归在 有一个名字不是正式的名字 就是叫做亚伯拉罕一神教 这都是出自于亚伯拉罕这个 这个 共同祖先的 以信奉唯一真神为作为自己的宗教的特色 以色列人实际上 就是古犹太人 这个犹太教 他本身也是一神教 他跟这个希腊罗马的这种泛神教 相比 教而言 他是完全不同 所以当年受迫害 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基督教是来自于犹太教的一个分支 而阿拉伯人所信奉的这个伊斯兰教 实际上也是同源 这也是为什么 耶路撒冷能够成为这三大宗教的 共同的圣地 犹太人当然认为 耶路撒冷曾经是我的首都 耶路撒冷是我建的 而且整个这个地方 是我最早实行有效统辖的 犹太教的圣城就在这 对吧 枯墙就在这 那基督教说 基督耶稣是在这受难的 是在这复活的 埋葬 复活的 生天的 伊斯兰教说 那我也不能轻易的把他让出去 因为这是我们的先知 穆罕默德 在这灯霄的地方 就上升天的地方 所以三大宗教都有自己的说法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扣就是死扣 因为一旦上升到宗教信仰层面的 这种圣地之争 你没有解决方案 你基本上不肯 你给谁都不行 只能三方所共有 所以直到今天 包括说以色列实力最强 他已经实际控制耶路撒冷 他已经把耶路撒冷作为他的法令首都了 但是这件事情在国际上 仍然存在争议 没有获得国际成本 普遍认可 从一神教的角度 我们可以简单说说 这一神教里边的相爱相杀 最早的犹太教 他相信 圣经旧约里边讲了一个故事 说上帝跟犹太人之间有一个约定 到最后在这个末日审判的时候 上帝会把犹太人接引到天堂 其他的人就要下地狱了 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一种 你说不好的地方叫种族主义的宗教 因为他只救犹太人 其他人都不救 当然什么叫犹太人 什么叫以色列人 后来他有扩大 就比如原来就是强调要噱头 尤其是你的母亲必须是犹太人 你才能够被承认是犹太人 父亲都不行 简单说父亲 父亲一方好像都不够 但是现代来讲 犹太人或者说这个以色列人的 这个公民权已经扩大到 比原来不可想象的范围 甚至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国家 我们说的是不是民族啊 是这个国家里 生活着200万阿拉伯人 这阿拉伯人是以色列公民 这个是在过去年都不发想象的事情 我们说的是上古的犹太教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种族主义宗教 所以你咱先不说它对还是不对 这个你不做评判 但是一个客观的几乎是必然的效果 就是它传不开 对不对 如果我生而不是犹太人 我信你的玩意干嘛 我信了我就 我就必然下地狱啊 因为上帝跟犹太人才有这个约定 他跟别人没这个约定 我只能选择不信 对不对 其他民族要想接受犹太人的传教 传犹太教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基督教诞生 基督耶稣就是犹太人 基督教就是产生于犹太教内部的一个分支 所以他信新约嘛 新约就是新的约定 说白了就是他说了一故事 说上帝发现犹太人开始腐哈堕落变坏了 他觉得后悔了 跟你那旧约 我不想再尊重这个旧约了 我来一个新约 上帝把他的儿子 基督耶稣 尤其是只有唯一的儿子 基督耶稣给派到人间 代替人类受到相应的这种苦难 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嘛 对吧 受尽折磨 受尽屈辱 对吧 然后用我儿子的血来洗清人类的罪恶 所以信基督者得救赎 就叫因信称义嘛 信基督者得救赎 你会发现他比犹太教的最大的一个 我叫他进步啊 咱们不是说做这个宗教谁高谁高的评价 我们觉得他的迈出的一个改变的步伐是什么 他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多文化的宗教 只要你信你就得救 跟你是什么人没关系 所以很明显犹太教是一个地区性的种族性的宗教 而基督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普世型的宗教 这两个有很大的不同 犹太人只信旧约 而基督徒是旧约 新约都信 所以你到任何一个基督教的这个圣行的地方去 你看他那个Holy Bible 那个圣经 他都是旧约跟新约放在一起 当然犹太人不信基督耶稣 他认为他也承认有基督耶稣这个人 但他认为这不是救世主 犹太教自己有自己的救世主 所以从最初你就会发现 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时候 他们那个多神教 他会去镇压或者反对犹太教的这个异神教 等到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的时候 那杀起犹太人来 或者驱逐迫害犹太人 那更是家常便饭 因为你们本来就是异教徒 甚至说我只要信基督教 我就必须相信 你犹太教是腐朽多罗的 否则我为什么要诞生 对吧 这两个太近了 近到了 必须得有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 所以几千年以来 至少是过去的 差不多两千年以来吧 犹太教跟基督教之间的这个冲突 才是最重要的 相反 阿拉伯人或者说伊斯兰教在公元七世纪诞生以后 他跟犹太人之间没有那么大的争端 包括我们曾经说过 就是伊斯兰教跟基督教之间都没有那么多的主动进攻的东西 我原来曾经讲过一个就是萨拉丁的故事 如果你们大家愿意看电影 可以看看那个天国王朝 天国王朝要看导演剪辑版 不要看那个后来那个被删得乱七八糟那个玩意 看不懂而已 导演剪辑版是非常好的 那里面讲到萨拉丁的时候 我觉得实际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他展现了跟我们理解的那种刻板印象 就是对伊斯兰教徒对穆斯林那种刻板印象 不同的一个世界 萨拉丁反而是一个宽容和仁慈的这样的一个象征 而十字军却代表着 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相当野蛮和落后的一个 这些中世纪的历史我们不在这更多的气说 我想说在异神教当中 后来不管他怎么分 他们的根源都是一样 都是一体 所以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也如是 伊斯兰教现在早已经不仅仅是阿拉伯人了 伊斯兰教本身他的信仰 他的生活习俗跟犹太教非常相近 比如不吃猪肉这个事 昨天晚上临睡之前我看了一个小视频那边提到 那哥们也是挺坏的 一脸坏笑的告诫中国的支持哈马斯的人 你今天吃猪肉了没有 你要吃了你要告诉你 你小心因为哈马斯的这个法条里边写到吃猪肉者杀 所以你要小心你是不是已经犯了死罪了 你看这瞎支持呢 把这些背景讲完了以后 我希望各位能够有一个最起码的了解 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从我们能理解的历史的概念入手 它到底是什么事情 如果说您进来晚了或者说前面没有全都听下来 我觉得你记住我前面讲的这半个小时的第一个或者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现在发生的事情是哈马斯这个恐怖主义组织和以色列这个国家之间的一场 你叫它战争也罢 争端或者冲突也罢都可以 但它不是巴以不是阿以 不是其他的这种文字 好那么第二部分我简单提一下 现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这个建国的历程 因为很多的国内的人他甚至都不知道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什么样 不知道这个过去的几十年里边或者一百年里边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说最后控制这块地方的世界级大国是英国 对吧 英国在一战以后委任统治 那么他已经面临着当地的这个阿拉伯人和这个犹太人之间 是有有争端的有一定争端 当时阿拉伯人占绝大多数 犹太人在应该在一战以后大概在这16万人 后来迅速扩张到几十万上百万人 那么这种争端本来就有 这个太好了 说有英国的支持 我们就反对奥斯曼土耳其 我们跟英国合作 将来我可以建一个阿拉伯国 但他同时又允诺犹太人 说那我可以让你建国 那你就可以看出来 这就作为世界的老大 这有点 说实话不负责任 或者说有一点玩弄全数 那么后来他要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 等于大英帝国同时允许 或者说默许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各自建国 那么到了二战过程当中 实际上1937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让这个地方分别建国的这样的一个尝试 但是阿拉伯人拒绝了 二战打完了以后 二战过程当中 德国对纳粹 对犹太人的迫害 引起了世界的公愤 所以整个西方世界 对于犹太人 这个遭受到几乎灭族的 这样的危险经历的 这样一个民族 有一种本能的同情 有人说那是因为基督徒在向 犹太人表示忏悔赎罪 或者觉得感到抱歉 不完全是 你要抱歉的不是光希特勒一个人的事 欧洲排游两千年 至少两千年以上 所以实际上 当大规模的种族主义的屠杀发生了以后 所有人都会感到一种震撼 那么犹太的复国主义 实际上是从 这个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了 那么这两者结合在一块 英国实际上是愿意支持 犹太人尽快建立自己的国家 当然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 在这儿他也要建立一个阿拉伯人的国家 那么在二战以后 英国彻底打残了 整个欧洲都打残了 英国已经确切的知道 自己无论如何 连装都装不了世界老大 一战以后 他的力量就已经不够了 但他还能装世界老大 二战以后连装都装不下去 所以实际上 就是英国已经被迫 把自己的世界老大的位置 就转移给美国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英国还有着 就在巴勒斯坦的英国 还有着委任统治权 这是从前面的国际联盟给我的 虽然有联合国了 但是这个委任统治没有撤销 所以英国觉得 我必须要尽快脱离开 这个是非之力 尽快让你们建国 所以在这番的运作之下 最终在1947年 形成了一个联合国的181号决议 这个181号决议 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二战以前都是打出来的 一战以前是绝对只想打 基本上谈的这种空间不大 当然有时候拿破仑战争就开始谈了 建立世界体系 基本上还是以打为主 二战以前也还是打 但是二战以后真的不能再打了 那么联合国出面 通过了这181号决议 在这决议里边要求 以色列和 以色列犹太人和这个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分别建国 有人提出来说这个不公平啊 说以色列这个占地 人口少 但是占地55% 阿拉伯国只占45% 人口多 这个本来就不公平 那你别忘了 整个那块地方是一个高度贫瘠的地方 以色列占的是 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55%的领土 但其中有6%是他们自己 曾经从英国人手里买来的土地 另外的 有一个大的地方叫内盖沙漠 那个沙漠基本是寸草不生的 都给以色列 而阿拉伯人 或者说我们就叫做巴勒斯坦人吧 他们获得的土地的面积虽然略少 但相对是比较肥沃的土地 连太平天国的红天王都知道 这田地可以分九等 上上田跟下下田之间 有一定的换算比例 你看天朝天母制度 对吧 总不能说这个联合国或者犹太人 跟巴勒斯坦人这个账路算不清 所以这个55%跟45%不是一个简单的 说谁占便宜的问题 就是差不太多 当然有人提到这是巴勒斯坦的土地 以色列人来就是强占巴勒斯坦人土地 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 咱们刚才讲的历史应该已经看出来 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 就是按照有实际统治权来讲 应该是大英帝国的地方 你甭买对还是不对 最后结果当年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 对吧 大英帝国不干了 他来决定怎么来分 然后由他把这个 所谓的委托委任统治权交出去的时候 交由下一任国际联邦的继承者 就是联合国来决定 从法里的连接上是没有问题 那么在1947年这个联合国的181号决议通过之后 犹太人表示接受 阿拉伙人表示反对 双方又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立场之争 到了1948年的5月14号 英国的这个委任统治结束 英国人立刻撤走了 因为英国人一天都不想多待了 第二天以色列建国 建国的第二天 阿拉伯联盟发动第一次中东战争 大家需要注意啊 以色列是接受联合国决议 在英国撤走以后建国的 对不对 他是遵守联合国的这种决议的 而阿拉伯国家是没有遵守联合国决议 你说那不对啊 181号决议通过的时候 阿拉伯国家都投的是反对票啊 没错 你可以在联合国的大会上投反对票 但是只要联合国的这个投票机制里规定 少数服从多数 最后通过的决议 你投的反对票 你就可以不遵守嘛 那联合国干嘛用的呀 联合国是要有强制性的 因为强制大家不要再通过战争的方式 野蛮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了 这是联合国存在的意义啊 如果联合国通过的决议是无效的 谁反对谁就可以跳出去 你可以脱离联合国 你可以不承认这个联合国的体制 阿拉伯国家实际上就这样 他们不认可181号决议 他们在这个框架 联合国的角色框架内投了反对票 失败了 对吧 然后他们用实际行动来推翻 联合国的181号决议 说明他们已经自外于联合国的体制之外 我们把这个事情分析清楚啊 当联合国是一个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来 我叫他试图取代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时候 阿拉伯的这些国家退出了这个体制 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 或者寻求解决所谓的阿易争端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又回到了二战以前的靠打来解决问题 谁胳膊出谁有理对吧 你是不是已经 咱们把这话说清楚啊 你接受联合国的这个处理方式就是意味着我不打 对不对 我谈 那好 我现在不接受 我打 那是不是你就要接受打的结果 就不要再接受谈的结果了 对吧 他打败了 五次中东战争 让人打得跟三孙子似的 你有本事你把以色列灭了啊 就说白了 咱们不讲文明了 咱们就野蛮了 用野蛮的方式我把你给消灭了 回到二战以前一战以前回到一千年两千年以前的方式去 谁搁不出谁有理 行吗 可以 我们说 不好 但是可以 你打赢了再说 打完了以后几乎把整个巴勒斯坦就全丢了 那你还说什么呀 对吧 这1988年巴勒斯坦的这个解放组织就发达赫 他的头目不就是这个 著名的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说我们接受联合国181号决议 我们要建立巴勒斯坦国 好 你听清楚啊 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 在这一支啊 他们宣布重新回到联合国的框架以内 他们要接受181号决议 以色列也会提出一些想法 你们当初说不接受就不接受 今天说接受就接受 明天你们出某个派别也没准又不接受了 对吧 成天老打我受得了吗 所以到底是打还是谈你们最好统一起来有一个神秘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在说是以色列的殖民扩张 以色列的侵略阻挠巴勒斯坦建国 我觉得冤死了 以色列是最盼着巴勒斯坦建国的这个国家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有一个在国际法上对应的主体来谈 而不是跟一帮组织谈 以色列是没有可能把巴勒斯坦人中的所有组织都搞定的 如果对方是一个国家 我们按照联合国的框架也罢 我们按照双边的谈判这个框架也罢 不管怎么样咱们可以好好谈 以色列人也不想这么打 他自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他的名声也不怎么样 对不对 你以为他喜欢这样吗 说的不好听点就是 1900年的时候 你认为巴勒斯坦建国的国家 把中国全变成义和团的天下吗 他愿意跟义和团打交道 还是愿意跟留美的学生打交道 所以一定记住 以色列不是要阻挠巴勒斯坦建国 恰恰相反 以色列是罪盼着巴勒斯坦赶紧建国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 那么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代表巴勒斯坦人的主要的这一支 就是法塔赫 就是巴结组织 他们已经完全宣布回到 联合国181号决议的框架当中 但是联合国所分的那55%跟45%的土地 已经被改变了对吧 已经被你们发动的战争 你们打败了以后的这种结局改变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以色列要想回到181号决议来 他得退出大量的土地 对不对 以色列愿意接受 以土地换和平的这种解决方式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 一直到现在 以色列是接受这个方式的 但是接受这个方式 并不意味着 我马上要回到181号决议上去 并不意味着 说我把用战争来获得的这个结果 就全部的交换过去 我至少有一个前提 你要承认以色列国 你要尊重我的生存权 而这个目前在周边的阿拉伯国家里 还是没有完全解决 更甭提哈马斯这样的国家 更甭提哈马斯这样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是一个双方可以继续谈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但是你不能简单的把它归因到 说以色列人在殖民侵略 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 我刚才说他的这个脾气秉性啊 或者说有些可能名声确实也不大好 因为他有点瑕疵必报 以色列可能是被整个世界抛弃了太久 流浪了2000年之后 到处走到处受压迫 一方面锻炼了这个民族的超强的忍耐力和 超长的待机时间 这就就是了不得的 他确实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 这这个一般国家很难想象 另外一个就是 他是恩怨分明的 我原来讲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发签证的方式 救了多少犹太人已经不知道了 几千人是有的 比那个 就是 辛德勒的名单里边的 辛德勒的救的人要多 但是情况不一样啊 所以后来以色列是把这个 何凤山列为国际艺人 艺人就是这个 最有道义的艺事啊 这是 以色列的最高奖 授予他这个奖章 当时何凤山博士已经去世 所以他的儿子和女儿曾经到这个 以色列去去领取这个奖章 我在2014年的时候曾经去 就是洛杉矶访问这个 一所犹太人学校 我有一个非常 我觉得让人感动的一个 一个经历 亲身经历 我们到这个学校去呢 实际上 没有 直接 第一时间没有直接见我 他的副校长 先接待我们 然后带我们转校园 转完了以后 把我们带到老校长的办公室 我们跟这位 当时应该已经快70岁的一位老先生 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见面问好之后 这位老校长 就对他的副校长 说了一句话 我至今印象极为深刻 他问他的 说你是否代表我们犹太人 向我们的中国客人 表达了感谢 没有 那这个 这副校长 确实 没有 没有 向我表示感谢 我当时也奇怪 你们感谢我 干嘛 这老校长说 哦 那好 那现在 他起立 站起来 对我们说 我 作为犹太人 我要感谢中国人 曾经给予犹太人的 无私的协助 这个感觉 是一种极大的暖意 你看 他是一位70多岁的 一位老的 犹太人 一位教育家 一位一个学校的校长 我当时只是一个中国的 不能说 就是中年校长 我就是跟他之间 有这个教育交流 我又没救他 我们家人又没救犹太人 但是他把这个 我们叫他恩情啊 是放在整个中国人身上 这个交流 当然就非常顺畅了 我是学历史的 我知道何凤山 我也知道 中国曾经在 二战之前和之中 起码在上海 收留过差不多五万犹太人 对吧 那曾经 中华民国是一个 能来的 能跑的地方之一啊 从学历史角度 我知道 但是我真的 万万没想到 我会在 美国碰到这样一个 普通的犹太学校的 一个校长 他会对我表示 民族之间的这种感性 我没想到 那说到 报仇 以色列人是更著名的 有一本书叫 大卫的铁拳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可以翻翻 挺有意思的 你比如说 包括最著名的几个案例啊 将他抓捕这个 纳粹分子埃希曼 愣从阿根顶 把人打晕了 偷渡回来的 对不对 以色列的这个摩萨德 是无所不用其极 说白了就是 他经常不按常理出牌 他经常不按常理出牌 你比如说像这个 黑九月事件 就1972年 慕尼黑奥运会 不是 但是还是巴结组织呢 巴结组织其实也干这事 绑架并杀害了 应该是11名 以色列人员员吧 最后 摩萨德把黑九月幕后的 主使 基本上给杀干净了 你包括像这个 恩德肺解救人质 1976年的事 1976年 当时这个 也是恐怖主义分子 接机 把一架飞机 接到了乌干达的恩德肺机场 然后以色列 采用反恐怖的方式 前来救人 那整个那场 就是拯救人质的行动 那堪称教科书的级别 最后应该是 106名被劫持的 105名 加上一个机长 106人被劫持的 被救回了103个 好像有三人死去 有三人在这个 三个人质 在这场 拯救活动中死去 这个 成功率非常之高 当然 在以色列军队当中 就特种部队当中 有一位中校阵王 他的名字叫内塔尼亚胡 他是现在的 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的哥哥 而实际上 现在的这个 这个 内塔尼亚胡总理 本来应该是个 学术方面的 一个大大 也就是 他是一学霸 但是他因为 哥哥 死在了 这个 解救人质的行动当中 所以毅然从政 他应该是 以色列历史上 到现在为止 担任总理时间 最长的人之一了 那么把这个 说清楚 我觉得 也是需要 我们去 以一个 相对 平和的心态 去看 以色列 刚才我所说的 这个背景 不意味着 我赞成 以色列的 所有的行动 因为 他在很多的 场合 如果是 就说 牙子必报 这种感觉的话 他也会 伤其评评 毫无疑问 他就算 再高的科技 再精准的 斩首行动 他也不可能 完全的 躲开屏幕 特别是 哈马斯是把 自己的 所谓 加引号的 这些战士 是完全隐藏 在民众当中 他们甚至拿 妇女和儿童 推在前面 去 来 来作为自己 人盾 肉盾 就这种 极 极为残酷 极为野蛮的方式 我觉得 怎么说呢 就是 当我们 如果 要去批评 以色列的时候 你可以批评 没问题 他是有瑕疵的 但是 他的反击 我认为是必要的 换言之 在你没有 受过人家的 苦难的时候 不要 太轻松的 说宽恕 说白了 就是你没有资格 去谈宽恕 这个问题 那最后 我们再提一下 这个人道主义的灾难 以及对和平的 这个期许 现在所发生的事情 毫无疑问 是一场 人道主义的灾难 这个毫无疑问 因为 我昨天看到的这个数字 昨天前天统计的数字 就是 事情发生了 不到十天的时间 一周多的时间 双方的死伤人数 已经接近两万人了 这应该说是近年来 双方所收到的 应该是最大规模的 这个 这个损失了 而且还在加剧 还在加剧 所以我想 未来我们 可能能看到的 伤亡人数 有可能 在成倍的增加 而在以色列这边 损失的基本上 是比较多的 都是平民比较多 而哈马斯那边呢 目前我们看到的数字 就是包括斩首的这些 哈马斯的领导人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以恐怖主义剧动 但是最终 到底平民 在其中受到了 怎样的伤害 恐怕得尘埃落定以后 我们去 由第三方去统计 现在双方说的数字 我们基本上都不能 完全的去信 人道主义的灾难 怎么去解决 全世界都有对和平的期许 如果我们今天 把眼光只盯在 现在正在进行的 这场 相互的杀戮 如果我们只把 民族争端 民族冲突 种族和宗教之间的 这种仇杀 当做这个地方的 唯一主题的话 我想提几个问题 让大家去思考 我觉得 也必须要注意的 就是过去的几十年里 实际上 犹太人也罢 巴勒斯坦人也罢 他们都在 探寻一条 和平解决之路 和平解决 也就是说 从二战以后 全世界人所普遍认可的 这种解决的方式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 已经相对 已经迟了几十年了 他们也打泪了 也打怕了 因为没有任何一方 可以把对方 从地球上抹掉 以色列人 现在完全承认 周边的阿拉伯 这些人的国家 完全赞同 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跟阿拉伯人和平共处 以色列这个国家里边 有两百万阿拉伯人 在安居乐业 甚至 以色列这次的 打击哈马斯的 这个军事行动里边 有阿拉伯人的士兵 你去看看哈马斯里 有没有一个犹太人的士兵 对吧 如果我们能够去看到 过去的几十年里边 至少在过去的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边 我们能看到国际社会和阿易双方 对恐怖主义的态度 对长时间的战争 不能解决问题的这个思想的转变 对和平的渴望 我觉得 我们不能简单的 把这个冲突定性为一个 永远解不开的扣 或者说 它确实是一个极难解开的扣 但是我们必须用和平的方式 必须用人道主义为指针 来尝试着把它一点一点的解开 至于我们这一代人能不能成功 我不确认 而且不乐观 但是呢 要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我看到一个材料 2003年的夏天 美国纽约的两个犹太的 犹太裔的高中学生 他做了一个暑假的一个计划 他们拍摄了一系列生活的照片 目的就是要展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信仰 和生活有多么接近 过了一年 说这个计划吸引到了 有23个国家的61个犹太和伊斯兰的青年学生参加 就扩大的很快 影响力啊 对吧 那么当时他们就用拍摄的方式 来彼此看见对方 大家注意 看见这个词 很多时候我们是盲目的 我们盲目的去遵从某种主义 某种理念 某种所谓信仰 为了这个盲目的信念 我们可以去杀人 可以去杀害平民 可以去杀害妇女儿童 我认为这些就进入到了邪教的这种领域里面去了 所以当这些孩子们把他们看见的结果在网络上推广 他们的宗旨叫做对话发现和尊重 而那个网站的名字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我没去查 你们可以去搜一下 叫做Children of Abraham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一次演讲当中也提到 在埃及的一次演讲 他说已经流了太多的血和泪 我们都有责任让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母亲 看看小孩在免于恐惧中成长 让三大信仰的圣地成为上帝应许的和平之力 让耶路撒冷成为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安全和永久的家 并成为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 和平融合在一起 哪那么大的仇啊 兄弟细于强还共于外伍 这是亲兄弟啊 我觉得如果真的两个民族能够充分意识到 恐怖主义或者武装斗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那么转而求其次 或者说换一条赛道 用和平的方式 也许真的能解决问题 至少能够改善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以色列这个国家 他包括犹太人在历史上曾经受过的各种的压迫 各种的屈辱 包括在过去的一百年里面 犹太人为世界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 甚至说在今天巴勒斯坦地区里面 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存在 它证明了人类的这种 对文明的这种可能的探索 我觉得还是要抱着一个热切的希望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真的不是说鼓吹仇恨就能怎么样 鼓吹仇恨 什么也解决不了 战争和杀戮除了增加更多的战争和杀戮之外 是没有其他意义 最后我谈一点反思 从我个人角度来讲 第一我觉得所有的人 不管你的种族民族宗教文化背景等等 各种各样的 什么我都不说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反对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是什么 就是对平民的图理 我永远不接受那种 说为了什么什么什么伟大光荣正确 为了高大上的东西 我就可以杀小孩 我就可以杀妇女杀平民 绝对不可以 我曾经跟我的一个学生 有过一次争论 那时候在死中的时候 我的学生 当时他跟我讲 他说 他想研究出一种基因武器 然后把日本人给灭绝了 我当时就乐了 首先我先不确认 说日本人跟中国人的基因 到底有多大的区别 你能研究出一种 专门针对日本人的基因武器 我觉得从科学上说不通 我说好 咱们假设你真能有这样的一种东西 我请你 在研发出来之后 你告诉我 你不是要杀光日本人吗 好 我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加入日本国的国籍 请你从我身上踩过去 再去杀日本人 小孩哭了 在我面前哭得可伤 他说石老师 你为什么去向着日本人 我说我不向着日本人 我说我是历史老师 我怎么可能去 去向着日本人呢 我熟知在历史上 日本对中国做了什么 对不对 我对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的这种仇恨 绝不可能比你低 小孩哭说不一定 说我们家祖上在南京大屠杀中 是有很多人被杀掉 我说那我可能真的不如你 因为你有切夫之痛 对吧 我们家没人在南京大屠杀被杀掉 但是我想告诉你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没有人会对这段历史 说直接挥手让他散去 让他不要再记忆 没有 这段历史永远不可以被忘记 但是 请问 如果日本人实行南京大屠杀是邪恶的 那么今天你实行东京大屠杀 是不是更邪恶 你可别忘了 日本人实行南京大屠杀的时候 是在1937年 那个时候 咱们说不好听 还是谁搁不出谁有理 谁靠打来解决问题 对不对 而今天我们已经深深的理解到 靠打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 你还要去做一个种族灭绝主义者 你还要去搞什么 以东京大屠杀来 来报复南京大屠杀 你比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 比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 还差之千万倍 这说明你认同他们 说明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所以这小孩后来 也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当然现在长大了 完全不是当年那个样子 我觉得 就是教育还是多多少少 还是有点用 我在这把这个总结成一条 就是我想告诉各位 当我们不想采用某种方式来对待我们自己 别人这么对我 我不愿意去承受的时候 别忘了孔夫子说过 己所不欲 故事于人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理解 坚决反对恐怖主义 是每一个现代人 是每一个正常人 都必须要遵守的东西 这个千万不要认为说 我们可以躲开远一点 别忘了恐怖主义 对中国是有巨大侵害的 别忘了在 应该是在广西的这个火车站上 这个有极端分子来拿刀来砍杀 普通的老百姓 你别忘了在新疆 布鲁木齐有火烧公共汽车的时间 这种公众的 石老师那边可能有点断线了 我们大家可以稍微等一下 然后大家等一下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进行 就是提前想一下 等一下可以在留言 留言里面进行留言 然后看一下 另外就是石国鹏老师 他有一个个人频道 去年刚开的 目前没有太多的内容 但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会把那个石老师的 YouTube频道 刚刚发到那个聊天栏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石老师会从这个 今年年底开始去整理更新 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听到 石老师每周在个人频道的进行更新 再看一下 石老师 也欢迎就是大家就是订阅古语的官方频道 石老师 石老师上个月 月底到这个月初 刚在北美做了那个西韩做了寻讲 在湾区洛杉矶和温哥华 接下来也可能会在东部进行 进行寻讲 所以说欢迎大家 关注古语的频道 然后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更多的资讯 然后其他的老师 我看大家经常问 如果我们确定时间的话 也会提前和大家说的 我们之后知道大家就是喜欢几位老师 我们对我们接下来也会有这方面的活动 请大家关注 我们再看一下石老师那边 麻烦大家稍微等一下 我这边联系一下石老师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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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去 在历史当中能够去跟 人类文明的发展跟人类整体的进步 能够寻找到一种契合点 因为如果不走这条路的话 如果冲突不能够真正得以根本解决的话 这些地方还会出问题 你别忘了 这是唐兄弟啊 而世界上越是这种血缘 种族和宗教关系比较近的 好像目前处在的这种 紧张局势 就越让人感到担忧 巴以是这样 对吧 俄乌是不是这样 朝韩是不是这样 还有第四个地方 我就不说了 对不对 都是这样 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 尽你所能尽的一切的努力 为人道主义来呼吁 为人的尊严 人的生命 人的安全 幸福来呼吁 让我们真正能够生活在一个 免于恐惧的时代 那我今天我所讲的主要就是这些 观点有不完善或者不对的地方 您多批评 谢谢各位 好的 非常感谢石老师的精彩分享 然后我们接下来进行那个问答环节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留言栏里面写出来 就像刚刚说的 就是石老师那边刚刚有点断 然后我们对 但是直播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那我们 我刚刚已经把 石老师的那个个人频道的链接发进去了 然后欢迎大家关注 石老师会在今年底左右开始 进行整理和更新一些内容 那我们看一下大家的问题 然后包括石老师 9月底10月初在北美西海岸的那个 巡回的那个演讲的内容 我们也会进行剪辑之后 分享给大家 好 然后 这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是问联合国尚未定位哈马斯为恐怖组织 石老师怎么看 就是哈马斯到底是不是一个恐怖组织 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我们需要去从 就看上一个标准 对吧 联合国没有最终确认 是因为联合国里边有一个决策机制问题 中国 目前中国政府也没有确认哈马斯是恐怖主义组织 那我们有我们的这种外交的考量 对吧 但是他 咱们 就说他现在干的这个事情 10月7号他做了哪些事情 包括五个中国公民在这个过程中被杀害 对不对 我们如果说这些事 那是不是哈马斯干的 不管他有什么理由 他有没有对婴儿 对妇女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恐怖行动 如果有的话 你还为他辩解 我觉得这个事 是说不过去 联合国往往是一个反应比较慢的 联合国到现在也没办法解决俄乌问题 对吧 俄国侵略乌克兰的这个事情 如果咱不说2014年开始侵占克里米亚 就是这次俄乌争端到现在600天了 快两年了 联合国能做什么呢 基本上那边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到了一个联合国要被彻底改革的这么一个时间点 好的 那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他是问您觉得最终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从历史的角度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或案例 我没有解决方案 我觉得我也不在那个地方 我也没有办法深刻的感受到双方的这种痛苦 但是我觉得从学历史的角度来讲 我可以做一些同理心的类比 对吧 那我想呢 只有 用这种 大智慧 大勇力 才有可能化解这个东西 前两天好像马斯克说了一段话 就是在这个10月7号这个袭击发生以后 马斯克说了一段话 他就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他最后有一个观点说你必须强大到你的恨你的人灭不了你 然后你再去宽容它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方向吧 就是无论如何你都要自强 如果不自强的话 你是没有资格去谈宽恕的 好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问 哈马斯这种极端组织的未来会怎样 会不会世俗化吗 哈马斯呢 首先就是你所说的这个 这个世俗化 世俗化的对应是宗教化 对吧 哈马斯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这么一个集团 他是信奉伊斯兰教法的 但是伊斯兰教能不能世俗化 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就是穆斯林国家 阿拉伯国家有很多 并不是宗教极端国家 你像土耳其 你像埃及 这都已经世俗化的点半了 而且都已经进入到 就是比较相对比较发达的这种状态 对吧 但是哈马斯他不是一个国家 他这种组织本身就是在这种 冲突和争端当中 以灌输仇恨 培养这种人肉炸弹 作为一种成长模式的这种组织 这种极端组织能不能被世俗化 我坦白说我不乐观 我觉得就说最不好听的话 可能就是必须要消灭 好的 另外一个与此相关的就问 如果在消灭哈马斯后 如果占领了加沙 您怎么看 以色列是占领过加沙的 占领过很长时间 他加沙不是一个空地 对吧 加沙有两百万以上的阿拉伯人 巴勒斯坦人 那这些人怎么办 你都赶到海里去淹死 不可能吧 因为全杀光不可能吧 那你就得管他 养他 去教育他 对吗 以色列正是不愿意去 把所有的阿拉伯人 都纳入到他的管辖范围 因为他力量不够 他觉得我也管不着那么些人 所以他才说 你们赶紧建你们的国家 你们好好管 只要咱们和平共处就行了 我管好我的境内的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他占领加沙 干嘛呢 除非出于军事安全 他把那几百平方公里的 一个小长条 能够给占下来 但是我觉得 那地方的两百万阿拉伯人 巴勒斯坦人 他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好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问 像哈马斯 这个是关于 关于那个 司法改革 就是说 以色列最近在推行 一些有争议的司法改革 那这次冲突 会不会对以色列政治体制 带来一些巨大的影响 你所说的这个 颇具争议的司法改革 目前我没有完全看到细节 所以我不太 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这次冲突 给以色列的政治体制 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会的 因为每一次这种冲突也好 战争也好 实际上都使得以色列内部发生一个政治集团之间的这么一个就是利益的一个转换 你比如像内塔尼亚胡他代表的叫利古德集团嘛 就是属于相对我们叫他右翼 右翼就是比较狠的比较强势的反击的这样的这么一派 那当自己的国家安全处在一种巨大的威胁状态下的话 那内塔尼亚胡所获得的这种支持力就会大幅度飙升 所以他有可能会带来对以色列政治体制的一些影响 但什么样的影响 我目前没有办法做出精准的这种判断 特别是你所说的这个司法改革 我不太知道他的内容 所以我不能回答 抱歉 好的 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是问 巴勒斯坦人属于阿拉伯人还是类似吉普塞那种 巴勒斯坦人从民族上来说是阿拉伯人 实际上大家知道在约旦河的东岸有一个现在一个国家叫约旦 对吧 那是1946年建国的一个国家 那就是巴勒斯坦人 实际上原来的巴勒斯坦人包括我们叫他外约旦 只是后来英国人在这个就是分治的时候 让他让约旦河东岸的国家成立了约旦这个国家 西岸呢还在自己的委员统治之下 等于就做了一个分割性的处理 实际上同文同种 但是巴勒斯坦当年在第三次中国战争之后被打几乎没有地方了 他跑到约旦去了 但是呢就在约旦内部拥兵自重 差点刺杀约旦国王 就这些事都发生过 包括黎巴嫩 黎巴嫩今天的珍珠党实际上是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些激进组织 就是有密切联系的 黎巴嫩的政府对珍珠党也有点头疼 也没办法 包括埃及 埃及跟加沙地区是有一个口岸的 这事一出是立刻严防死守 坚决不去接受这个巴勒斯坦难民 巴勒斯坦的这几十年以来所造成的这数以百万级难民 大多数是在欧洲美洲被接纳下来 阿拉伯国家很少去敞开国门去接受他们 所以这个也需要巴勒斯坦人去好好的去反思一下 怎么就混成人员太子狼了 好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问 这次的报复行动 似乎能够彻底消除这个极端组织 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我觉得不能 因为他的报复行动 比如说把哈马斯给消灭掉 这可能是 这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他会培养出新的哈马斯来 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可避免的会伤害到平民 对吧 那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让所有的人放下武器 坐下来去谈 比如一个强大的力量 要求他们双方都不可以再打了 但是这个本身 说实在联合国也没有这个地位 这个权威 那是不是美国可以这样去做呢 美国有这个力量 那他可以压住这个阵脚 但是他会不会要求以色列 也放下武器来进行和谈 我觉得在条件许可的时候 曾经有过 比如说像这个 克里顿总统主持这个戴维英会议 比如说当年 阿拉法特跟以色列总理拉宾 达成了以土地化和平的这些 签署的这些相应的协议 这些都可以是好的方法 但是我觉得就这次的报复行动而言 首先哈马斯能不能被彻底清零 这是一个仍然打着问号的问题 彻底清零的过程当中 要付出多少平民的代价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号的问题 而这个付出的平民的代价会造成新的哈马斯 或者新的什么什么丝 不知道 我觉得冤冤相报 何时了 所以刚才我提到马斯克的这句话 实际上是很有震撼力的 就是你先强大到 你不会被灭掉 然后你去宽容它 好的 感谢施老师的精彩回答 那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回答最后一两个问题 刚刚有位朋友 他那个答想两次想问一个问题 但那个问题感觉有些太敏感 就不好意思 我们在这里可能没有办法回答 那我们对 就大家请大家问问题的时候 尽量问一些不是特别敏感的 那这个问题是问 提高穆斯林女性地位 是不是可以让极端的话的穆斯林有所改变 穆斯林或者说是伊斯兰教的体系里边 女性的地位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 按照世俗化的或者说是西方的 普世性的这种这种男女平等来讲 那毫无疑问他们的 就是穆斯林的这个妇女地位是不平等的 但是首先实际上穆斯林的妇女 自身他们对这个问题有没有觉醒 或者他有 他是不是认可 如果说 就这这我不提穆斯林了 也不提女性地位了 咱就说一个非常笼统的一个 一个思想实验 或者一个理论吧 就是我有没有自由去选择不自由 这个是一个 其实在西方的启蒙思想运动当中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争议 就是我有没有选择不自由的自由 这个我觉得需要更广泛的去讨论 比如我们去看卢梭 卢梭认为你没有 你没有选择不自由的自由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争议的 好的 那我们就请施老师来回答 最后一个问题是 您觉得巴以未来可能以什么样的方式解决 坦白的说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从现代人的角度 就是到目前来看 能解决的好方法基本上没有 如果说我们从就是过去几十年代史来看 最接近于比较好的方式 就是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以色列跟他之间达成和平协议 或者甚至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然后跟阿拉伯国家之间建立一个互相承认 能够和平共处的状态 以色列应该退出相应的土地 就是以土地换和平嘛 这个理念大概在三十年以前就已经开始流行了 但是迄今为止没有解决 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我觉得我所能看到的 说最接近于解决的方式 大概就是这个了 至于未来说教育普及了 说大家都接受更高等的这种启蒙式的教育 大家能够更尊重人权 这个恐怕不是短期内能够看到的一种结果 只能说作为长久的期待吧 好的 由于今天那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是这个活动就到此为止 非常感谢石老师的精彩分享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那我们就下次直播的时候 我们会再通知大家 也欢迎大家订阅顾语的频道 再次感谢大家 再次感谢石老师 谢谢各位 再见 好 再见